大家好,我是千娘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4 黑棋 差一點我們終於找到勝者了 他應該可以去關廁所了吧 好,要殺一個 都死光了吧 他開始先讓他安齊德 是沒錯啦 殺人 速度就好了嗎? 盡量靠近靠近 不要被看到 所以應該會被看到 我再繞過這個石頭 現在這樣會慢一點 這樣很快被看到 哇!這樣很快被看到 加速 鑽 前面又有 鑽 他出範圍了呀 看一下是不是都其中一道 找到了 封箭名號 封箭名號 就直接衝過去好了 撞爆他 前面還有一艘擋路了 先撞爆這艘好了 就不登船了 直接 去放 翻譯明 給他 我看著 逃跑 想逃去哪 現在逃得掉嗎 走 到這個地上 讓我們監視 他逃上岸喔? 真的,他逃上岸了 玩,然後重錄的 不過因為這已經是全破之後 所以... 要帶你們先看到瑪雅的套裝 要去哪? 我從這個... 我從這個洞鑽過去 欸,過不去 欸,過不去 喔,可以 這個洞過來就可以... 爬上去 之前我來找寶藏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這邊的地形了 好,裝膽 欸,又一個了 好,快裝快裝 好 我還以為沒了耶 安心裝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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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結束了啦 不用緊張 我馬上就來了 那邊應該是兩個人吧 我直接衝過去刺傷 不知道會不會被看到 只要騎 還好 我讓一個帥腳 然後分別刺殺好了 然後從這裡爬上去 然後從這裡爬上去 不會有任何事 Bye 啊 啊 你可不可以成為一個人 誰在身邊做什麼 你現在是個心殺 現在 你現在有個心殺 沒有任何卦 要給你示範 你 那種人比較好 是個心裏 是個心裏 哪個心裏 他覺得自己比較好 是 我 我 你做得到 從那時候 你出發 什麼 看起來可能我也受到不小的打擊 然後我們就到了觀廁所 中間局是有開船的時候 整個天氣就是暴風啊 然後龍泉風啊 很符合班解明死掉的那個氣氛 哇影片掉了所以 就沒了 是那個派人死了嗎 對,在我的手上 為什麼你獨自可以找到那些人想 我生了一些記憶的地方 記憶的一段時間我相信 像一個… 像一個生命我已經帶了 尿我 好吧 他說有藏寶圖 我現在也不知道哪裡是哪裡 應該是…這張吧 在…俯瞰點附近 我應該先俯瞰了對不對 他附近沒有看起來像圖上的那個…屋子 所以…應該不是在這 他有可能是在別的俯瞰點上面 casi… 沒有… 沒有… 不… 我… 我… 不… 不… 如果…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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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前面能拿的東西應該要拿了 就進樹林吧 入口在哪裡啊 這裡還有個寶箱 為什麼突然認不得剛剛的入口 我先瞄進一下裡面的東西 這裡嗎 好 看到了 看到了 有人被掉在上面 所以其實不是沒有人找到這 而是大家都被殺死就對了 好 好 這裏居然還有這樣子的營地 我們要鷹眼看 喔? 躲在草叢裡 為人生蛋 跑到他們家來殺他們 看起來 你看那個錶 應該有三個 我要看到一個紅紅的 在哪裡? 另一個嗎? 對 下居好了 好 居然沒有陸陪過世 突然出現 出現 出現 我覺得應該會有一些新的資料嘛 關於原住民什麼的 守護者歷經好幾代後 竟發展出隱身和偷襲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才能 畢竟具備難以察覺的優勢 這種攻擊很有可能會相當致命 所以來的人都被他們殺了 巴索羅木羅伯茲 生於1682年 威爾斯 這應該沒看過吧 之前是看聖者 應該是不一樣 此來原本出生在威爾斯 其就名為約翰羅伯茲 顯為人知 反倒是他在過世之後才以黑男爵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號 大多數人認為他非常年輕時13歲左右 就到海上討生活 但在任何歷史文件中都沒有留下有關他的記錄 直到1718年他才出現在相關記載中 當時他登上了一艘叫做原生八倍多人的商船 才不過一年的時間羅伯茲就獲得了相當程度的人生歷練 我們現在知道惡名昭彎的豪威爾 戴維斯迫使他成為海盜船員 在船長亞伯拉罕普拉姆的指揮下 在一艘奴隶船上工作 雖然羅伯茲出台討生活不大可能就是為了成為一名海盜 但當機會強加在他身上時他也絕不後悔 因此據稱羅伯茲還曾說出人生只要精彩 時間短一點也無妨這樣的座右銘 幾個月後 戴維斯在古德雅屬地的普林西比早被伏擊身亡 然後羅伯茲旋即被推舉為他的接班人 這充分突顯出他的個人魅力和領導能力 因為他當海盜也只有幾個月而已 但是因為這個原因他為自己取了巴索羅姆的名字 似乎是以二十年前離奇失蹤但聰明昭昭的 一位著名海盜巴索羅姆夏普來為自己命名 羅伯茲在黃金時代 是為聰明最懂戰略的海盜之一 他同時也是以穿著好看而著稱的英俊男子 這位英俊男子帶著高貴而樸實烏花的氣息 可能是因為他在海上度過了將近二十年的歲月 曬出來的有黑皮膚正與他烏黑頭髮非常相配 他經常身懷好幾把手槍 每一隻都與他一直斜背在肩上的藏絲仇腰帶綁在一起 他的戰術理念相當激進 但仍有經過缺密的思考 他從不貿然跳進任何陰謀當中 但他的想法似乎對於那些不熟悉其行為 居治的人來說幾乎跟自殺沒有兩樣 最後他在三年的職業生涯中搜刮了將近四百艘船 以十倍以上的戰果擊敗了所有同時期的其他海盜 不過必須說明的是 這些船至少有一半是小型的獨木舟之類的而已 你這樣該說他很厲害嘛 班傑明 何寧哥德 之前沒看過了 他拒絕攻擊母國船隻嘛 何寧哥德在1717年到1718年間 仍然在進行海盜活動 同時也想辦法改善阿索的狀況 但當英王喬治已是決定赦免所有海盜犯罪的留言傳開 後 何寧哥德對於娜索的未來開始猶豫 並認真思考英王的赦免問題 這激怒了他的親信尤其是查爾斯范恩 他認為尋求赦免是諾夫的行徑 然而清算的日子終於來了 在1718年 武德斯洛杰斯船長帶著一支有7艘大型船艦的艦隊 迪達拿索 並以國王的名義宣布自己為總督 一個要把所有海盜從巴哈馬拔出的人來說 羅杰斯可不是好惹的傢伙 何寧哥德對於要保護海盜共和國的人早已感到厭煩 他很快就決定接受赦免 之後何寧哥德回歸他的老本行 成為羅杰斯船長的撕虐者 這樣的工作比起海盜更能有效提升他的威望 但他的領域一開始 與老朋友愛德華可不會接觸後 他的好運看來就要終止了 半年比何寧哥德於1719年 死於西印度群島的西部海岸某處 死因不明 就是我殺的 關廁所 關廁所 想監控的對象 在關廁所的中心是一個 有座位的大劇院 前頭是一個巨大的裝置 看起來像是中央安置著水晶骷髏的魂天儀 當你置入一個裝有目標血液的水晶屏 觀廁所裝置就會開始啟動 在房內全景投射出 如目標視角一樣的景象 這種方式可以讓低文明的人 輕鬆監控目標 而不用擔心會被發現 這也太可怕了一點 要注意的是 水晶骷髏從中央取出後 可成為一個行動式的監看裝置 但也會因此讓關廁所本身失去作用 看得好啊 我們找到了 趕快把這些資料送給 莉提西亞 看看他到底想幹嘛 我毫不懷疑他會馬上派遣一隻小堆搜索該區域 這水晶骷髏的監看裝置很可能跟 現代保全系統有所關聯 這監看裝置太誇張了 我們好啊 看到蒜康的監看 我們好不怕 我們好 要走 我好 我就好 他 我們好 他 他 喔 鱷魚喔 不只是鱷魚 啊 補助 好吧 不能搜索 他們身上應該也會有一些 吹弦之類的吧 喔 我要看到一個紅色的喔 先裝蛋 喔 我撥個皮好了 還好沒有被射中 應該還有一位 在哪裡呢 找到你了 出來了 出來了 這邊還有人在那邊走耶 我先撥開一下 我先撥開一下 我先過幾十二個 我在那邊走 我先駁掉一人 應該這附近就有 哇 這個綠色好大 欸 這邊有個碎片啊 我們回去拿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已經跟到這裡了 我趕快把碎片撿了趕快回去 應該沒關係吧 欸 不 快撿碎片 撿碎片 這樣算撿到了嗎 好 繼續前進 再前行去癱瘓守衛 啊 對好了 寶藏 應該在這附近吧 有那個屋子 不對 不是這一個方向 應該是那兩個 在那裡離盟友又有點遠 這樣不會失敗 應該在這附近 從這棵樹 然後走 沒有 啊 在往那個方向走 不是往我這個方向 網跟木 輪它兩個草屋同個平行的方向 應該是這樣走吧 找到了 是什麼呢 那我們這集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掰掰 拜拜 拜拜